在这里监视会已经收到了提名 提议了我们新任的会长候选人是黎淑英 然后副会长的候选人是袁杰 这两位会长跟副会长候选人都是一时之选 也是我们乔舍的这个精英 我想在他们的未来的带领之下一定会做得更好 新年新气象 黎淑英及袁杰在休斯顿桥界关怀救助协会监视长叶洪志 于年度大会中宣布下正式接下该会会长及副会长工作任务 随后大会以举手表决方式选出三位监视 让2021年的新团队正式成行 刚刚Peggy统计的刘秀美11是10票 赵婉儿9票 那我们选出三位的话就是刘秀美 师会的赵婉儿 我们三位为我们的监视 好 谢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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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家 并非以当地侨胞为服务对象的关怀救助协会 主要协助国人及留学生在海外遇上急难 需要援助时能及时伸出援手帮忙解决问题度过难关 这个关怀救助协会一直是乔委会的重点团体 因为他做的绝对是正向的事情 就是做好事 在平常的时候呢 他主要是协助我们旅外的国人 他有可能是在这边短期工作 或是说他刚从留学生的身份过渡到在这边求职的青年 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呢 关怀救助协会呢 本于救急不救穷的大原则呢 要伸出援手 所以其实是那个办事处的好伙伴 该会在创会之初 经由团队努力争取下 顺利申请为非盈利组织 在当初的时候 我们我叶委员还有施医师 我们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还有一个团队 然后经过 因为这一定特殊的需要 所以我们的英文版呢 就是很严谨 那我们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这个英文版呢 就是用这个英文版 我们才能够申请到 IRS免税的这一个记录 这是非常不容易 一个社团还没有开始运作 就能够申请到IRS免税的这个许可 我们大家要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该会成立以来 参与了哈维峰灾的救援工作 让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罗富文处长对该会表示高度肯定 关怀救助协会成立以来 对于协助办事处在国人急难救助的方面 有巨大的贡献 经过很多人深受此协会的帮忙 让我深深感动到各位的付出及贡献 刚卸下乔务委员重任的李淑英 马不停蹄地立即接下该会神圣的服务工作 上任的同时 立刻先因血栽受创的民众及华资企业 安排一场与保险公司商讨注意事项的讲座 帮大家先排除眼前的禁忌困难 很高兴我们今天这一年的第一个活动 就是请到两位休斯顿资深的保险专家 达人来为我们休斯顿被公认为 怎么会只是下那么一点点血 就全部瘫痪的这一件大事 有淹水 有停电 甚至有水管爆裂 那其实更严重了就是后续的工作 要找人来维修 抢救 然后当然就是跟保险公司脱不了关系的 达人地区二月份这场血灾 造成住家 商家长时间停水停电 及水管爆裂等严重灾情 因此当天这一场讲座目的 以灾后重建时 应该注意如何与保险公司洽谈理赔 妥善处理灾后问题为主要内容 两位主讲人杨明庚 常中正 分别针对住家及商家物产两方面提出对策 并提醒华人应该以何种态度来面对保险公司 假设我们的客人 你要去找那个 你自己你要付他的钱 保险公司绝对不会付那个公司的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假设你的规定跟他 你的需要跟adjuster不同的话 你可以再去有两种要求 你可以说 我这个adjuster我不喜欢 我要再请你重新派人来估价 这是你可以这样做 第二点呢 或者说那我再自己去找这个估价的人 来做counter offer 这样这样不会 这两件事情你都可以做 我附和刚才这个杨明庚董事长说的 不要把保险公司当这个敌人 同样的 大家也不要把adjuster当做仇人 好不好 不要把他当仇人 好不好 adjuster 是保险公司里头唯一一个人犯告你损失的 情况adjuster是唯一一个目睹你损失情况的人 所以你不跟他配合 你跟谁配合呢 adjuster写的报告 最后就是作为保险公司 合批这个理赔的主要的根据 那在这里头adjuster呢 下面一点我就会建议大家 备期损失项目的清单 你做一个清单这样出来 adjuster也好做事 那儿加上回去写报告也简单 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理赔的核准的审核的时间就会加速 这一次会长及副会长皆为美南台湾旅馆公会资深代表 丰富的社区服务精力及负责态度 将成为2021年的一支充满爱心的救难队伍 副会长颜洁也在年会最后做了一段感性告白 激励人心 休斯顿桥界关怀救助协会嘛那团队这次团队上任以后将持续的凝聚 桥社的力量 那提供旅外国人及留学生遭遇到紧急危难事件事 必要跟及时的关怀与救助 那促进海内外国人交流与互动 那也塑造美南侨胞的慈悲善良乐于助人的正面形象 当天这场年会以会议及YouTube线上直播同时进行 讲座部分以全程收录于YouTube频道重播 方便民众随时点选观看 就是用文教中心那个账号 大家也不要去花冤枉钱再去租一个账号了这样子 好 谢谢主任 对 我初步是要租一个大概200人的 200人同时上线